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风顺清真的好朋友 今天我们进入《生命纪》二十二章 在《生命纪》二十二章 特别提起我们生活上很重要的几件事情 第一 我们要做一个诚实帮助人的人 这记载二十二章 他说你假如在路上看到有羊或牛迷路 那你不知道要交给谁 你就把他迁回家来 假如有人来找的时候 你就照这样还给他 寻找的时候你要还给他 所以你捡到的无论是什么 假如有人找就要还给他 第二点 他说你不要假装说看不见 看到有那个牛羊迷路了 那你假装看不见说这跟我没有事情 他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炉跌倒在路上 不可假装看不见 总要帮助他 总要帮助他把他拉起来 就是连动物你都要去帮助他 在这里提醒我们的 当然在这个世界很多人变成不敢管闲事 但其实还有少事人 他们是根据他应该做的 能做到的帮助的就是动物也要帮助 他说看到有羊跌倒了跑不起来 那你不要假装你要把他救起来 这是神的吩咐 连动物你都要去帮助他 接下去上帝特别剩下的二十二章 讲到一个很严格的问题 就是性生活的问题 之前谈到说连穿衣服都要分别清楚 男的女的要分别清楚 不要你扮男装男扮女装 他的意思是这样 为什么上帝连这个也要给我们规条呢 因为上帝要我们守创造的秩序 男的就是男的 女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喜欢做男的或喜欢做你的 这是上帝所创造的 你要尊重 要看重说神创造我做你的 创造我做男的 一定是神的美意 所以他说叫我们在这种生活上 要分清楚你怎么被上帝所创造 创造就需要看重 你就会享福在上帝 给你的日子得以长久 特别从十三节开始 就是关于揭操的问题 他说假如有一个人结婚 那娶到的妻子 他觉得他不是处女 那么就要拿到公正的地方 去证明到底对不对 这个女孩子的家长要出来 见证说 你看这是证据 他是一个处女 那假如不是呢 上帝是非常严格的 关于行影的事情 就这样规定 凡是行影的 要用石头打死 你就知道上帝是多么看重 这个性生活的圣洁 圣洁 不能乱来 上帝说设出来的规条 都是为了保护我们 所以为了保护我们 我们要守在这个规条 婚姻的规条上面 圣洁 特别是敬前圣洁的后一 是神所要祝福的 所以在这里面呢 讲到22章的下半 都讲到这个问题 行影就要用石头打死 那无论是你去侵犯别人的妻子 也是一样要受法 或是乱伦也要受法 用石头打死 那这是非常严格的处理 你就知道上帝怎么看重这件事情 神所设立的 人不要随便废掉 用人的方法 圣洁是上帝的特征 圣洁的婚姻 尊重的婚姻 是神所祝福 所以今天我们凭着上帝 这一种为我们化好的 性生活 家庭生活的规条 我们走在这个轨道上面 我们就必蒙福 不然就这个世界就是 越来越乱了 因为难逆当中分不清 圣洁的性生活 只有随着情欲 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走在情欲里的 所以越来苦恼越多 因为那不是神所要给我们的 因为神保守我们看重 你的婚姻生活 你的性生活 保守那圣洁 就是属于神的恶灵 天父感谢你 你这样爱我们 我们照给你 你连这个性生活 都给我们这样好的指导 主啊保守我们 不卷入这个世界的情欲里面 保守我们的心敬畏你 直到你是为了赐福我们 才设了这一条轨道 愿你得最高的荣耀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 祷告奉旨的面 阿们